今天先来关注大陆两会的最后重头戏 就是外交部长王毅的中外记者会 王毅展现一贯战狼的风格 对台湾除了提到和平统一之外 还批评任何想跟台湾官方交流的国家 都是干预中国的内政 王毅炮口还对向美国说败习会之后 美国说一套做一套得了中国焦虑者 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 用全家福比喻中国大陆对台湾统一野心 大陆今年两会最后重头戏 就是大陆战狼外长王毅的中外记者会 一如预期台湾议题是重中之重 强硬语言重申大陆对台 统一目标不变 王毅警告他国不得介入 而这样的言论在外媒眼中又是如何解读 外媒一致将台海议题和美中角力划上等号 但是不同国家的记者感受大不相同 像是这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媒体人 话就说得很直接 另外还有台湾前邦交国多名尼加的报业记者 也坦言对两岸的爱恨情仇 看法很复杂 直言对两岸议题中南美洲国家都不想说太多 但是感觉中国大陆的言论更危险了 事实上在这次两回之中 外界解读中国大陆对台言辞 时而删减和平二字就是警讯 但是新加坡的学者分析 大陆的和平统一野心偏离现实 国际环境的改变还包含了中国与菲律宾之间 日渐频繁的南海争端 中非海警船日前才在仁爱暗礁附近发生了碰撞 大陆还出动了水炮射击 在两会上王毅虽然没有指名 但是剑指菲律宾 对无理挑衅 我们将及时距离反制 南海冲突增加也成为东协峰会焦点 只是这也引来中国大陆的不满 我们也奉劝某些意外国家 不要挑事生非 王毅口中所说的欲外国家 恐怕指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国 而这一次王毅谈到美国 先是大赞去年11月拜习会的成功 但是话锋一转 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 单边制裁的清单在不断的延长 欲加之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又批评美国持续打压不间断 讲到机动处还搭配手势指着骂 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大国的信誉何在 更讽刺美国得了中国焦虑症 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 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 王毅批评美国借由打压中国发展 保持产业领先优势 这番指责恐怕也是因为 疲弱的经济就是现在大陆最大软乐 应该说今年的外贸形势 我们判断还是处于一个 十分严峻的这么一种形势 坦言今年外贸出口还是处在逆风低谷 大陆把GDP定在保五的低标 还坦言可能很有难度 疲软的经济可能损及中国大陆的话语权 但是王毅是极力捍卫 虽然中国致力大国外交 但是现在经济疲弱 李强都坦言GDP保五并不容易 因此王毅在外交的记者会上 大唱中国经济的光明论 来反击外媒纷纷唱衰中国经济 希望试图来搬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颜面 以上TV新闻朱光宏陈永文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国际焦点还要来关注的是 黎巴嫩真主党持续朝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 另外夜门叛军又在红海攻击伤船 这次事发的是反箭弹道飞弹 击中赖比瑞亚货船还造成了三死四伤 其余船员则是弃船逃命 显然欧美联军嚇阻效果有限 短短两天胡塞已经发动五次攻击 画面左方好几枚火箭弹在夜空中留下一道道清楚光痕 这些火箭弹全是从黎巴嫩南部射来 飞往以色列北部的地方 当下以色列启动铁穹防御 许多民众同步拍下惊险过程 车开到一半也不敢继续往前 隔天一早陆续有以色列人员寻货遗留的炮弹残骸 附近居民明显感受这次的火箭攻击数又变多 不过一些北部的居民早就改住旅馆好几个月 当中有人甚至不抱持返家的期望 身感已离边界的地区再也不安全 除了以色列北部鸿海地区的情势也越变越糟 周三又有一艘国际商船遭到胡塞叛军攻击 酿成三死四伤 成为鸿海危机以来最致命的一体事件 当天印度海军也出动协助海上吊挂救援的过程 除了这次闹出人命前一天有另一艘瑞士货柜船天空二号遭攻击起火 在之前则有英国化肥船红宝石号沉入红海 显示出欧美联军的嚇阻效果相当有限 主要原因还是伊朗继续在背后帮胡塞撑腰 专家认为应该思考如何彻底斩断武器来源 红海危机还造成动物海上漂流的悲惨命运 日前就有一艘满载1.9万头牛制的货船 在南非开普敦散发恶臭 因为先前已在海上漫游了两个多礼拜 1月同样有满载万头牛羊的船只在海上滞留 24天惹出动保争议 而在加萨人类的命运同样凄惨 尽管不久前才发生枪警死亡悲剧 民众看到物资卡车经过 还是一股脑涌上包围 否则连东西吃 至于拉法地区大人小孩天天养赖的食物分配战 现在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因为以色列人可能随时对拉法地面进攻 以哈战争达满五个月 拉法地区最近经常有神秘蒙面人注目 这些人手持棍棒 大摇大摆在街头巡逻 有时也只会交通 他们自称是人民保护委员会 要帮忙维持住这里的物价和秩序 同一时间以色列公布 以摧毁他们在12月时所发现的哈马斯最大规模地道 除了采取直接爆破 乙军也对部分的地道灌入混泥土加以破坏 随着穆斯林摘介月倒数计时以哈停火的谈判 却还陷入僵局 目前国际社会也只能继续以空投物资的方式 减缓转道危机 这些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恶物战争的部分 再来看希腊总理前往乌克兰奥德萨访问 俄军展开空袭 炮弹就落在距离车队只有500公尺远的地方 差点遇险的希腊总理说 各国领袖都应该来体会看看 现在乌克兰人天天面临的险境 另外俄罗斯总统大选即将登场 纳瓦尼一双号召支持者 在选票上写纳瓦尼的名字 对普清表达抗议 黑暗中响起大炮声就像信号一样 乌克兰与俄罗斯军队就此展开激烈枪战 这场森林中的薄火从夜晚打到了一鸣 而当太阳升起 敌军更无所遁形 胜负终于到了关键时刻 乌军破击炮 击中俄罗斯军车车队 让俄军起车狼狈逃逸 曾在乌克兰南部 前线之一 库拉霍夫郊区的乌军表示 每天至少要阻止三十几次俄军轰炸 敌人导引炸弹和大炮全拍上场 而乌军弹药短缺 现在每一发都要用在岛口上 家制 Lynch 通过通过 上对3个兵 战心 監視 你AYACK 台记者刚到前线,马上看到地平线上冒出爆炸黑烟。 战火蔓延到吴俄两国后院,周三凌晨,两军再派无人机互相攻击。 俄罗斯边界一座采矿场以及一座燃料厂都遭到轰炸,引发大火。 乌克兰连遭俄军5枚炮弹攻击。 没想到攻击还没完,俄军同天早上又空袭南部港都奥德萨。 正好在当地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与希腊总理弥佐塔基斯与死神插肩而过,因为炮弹就落在他们附近。 乌克兰当局表示,上午11点,奥德萨就发出空袭警报,接着传出两声巨大爆炸,但还无法确定是弹道飞弹还是无人机攻击。 希腊总理在哀悼离难者时,甚至说欧洲领袖都该来亲身体会,乌克兰人每天都经历了什么样的恐惧。 泽伦斯基也在呼吁西方军援快到位,特别是提供乌克兰防空系统来抵御俄军空袭。 但看在俄罗斯总统普清眼里,就变成是一场西方借乌克兰之首向俄罗斯发起的代理人战争。 下周末,俄罗斯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普新预料将获得压倒性胜选,但未来六年,大卫是否坐得稳,恐怕还有待观察。 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一双尤利亚,号召支持者在选举日当天,用选票表态来反对普清。 他说大选虽然已经被政府操控,但当大家一起用行动表达无言抗议,恐怕普清也会坐立难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2023年的GDP被德国超越,跌到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不仅有日媒担心可能会导致日本的国际话语权降低之外,国内经济也低迷,民众的消费力道确实大幅的降低。 就连有常年在日本工作的台湾人就表示说,在通膨的时代物价贵,连锁速食店价格也涨很多,再加上日币贬值导致民众不敢乱消费,甚至也不愿意出国旅游。 货架上满满的商品,游客到日本最常到超商,卖场扫货,但是对日本当地民众来说,要买东西还要货比三家。 你知道当我们今年看到连麦当劳都涨价,涨到觉得,以前我买麦当劳这么贵吗? 现在是每个单品都调涨,如果是比较拮据的家计,他们就会去看哪边有什么特价,然后就跑很多家超市去买比较便宜的食材。 在日本工作多年的Apple也感受到物价上涨,会有这么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日元对美元贬值,导致日本民众消费力道减弱, 甚至出国旅游的意愿也大幅减低。 因为日币跌,所以他们现在出国人真的是很少,因为他们会变成去哪里它都变得非常的贵。 可是包括我自己有回台湾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台湾的物价涨到我有点吓到,会觉得我们在日本生活,拿日币回去花这个钱好棒。 吃什么东西都觉得,一杯手摇引都觉得好贵。 在交通方面的话,大家最知道的JR东日本或者是铁道,其实他们在疫情之后也是有涨价做涨价,那是所有铁道都有做涨价,那对日本国民来说,他们能够支配的金额并没有增加,所以他们消费力其实应该是有下降。 例如说大家知道的这个以前百元商店有很多嘛,那现在百元商店几乎已经在日本买不到什么东西,100块买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最近很多的是300元的商店。 已经在日本工作14年的姚先生,趁着年节回台湾度假,每一年回台,反而感受到台湾的经济成长相比日本快很多。 而日本长年的货币宽松政策,也让日元相对弱势。 加上又遇到全球性的通膨,企业没有加薪,民众的荷包越来越薄。 如果就我的感觉,我越常常来回台湾跟日本,我会觉得日本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十几年前大概就那个样子,它有往前走,但是往前走的没有很快。 反倒是每次我回到台湾觉得,台湾的不管是改变,或者说商家的增加,还有整个活跃的程度,还有整个城市的感觉,我觉得台湾进步,应该说增长的速度感觉上走的比日本还要快。 有一种这种一个事经小民的感觉来说,其实台湾好像比起14年前,日本比台湾好很多。 在解封后,日本虽然迎来大量的旅游观光客,仍旧没有办法提高整体GDP表现。 根据数据显示,日本第三季的GDP减缩了3.3%,第四季GDP也衰退了0.4%,2023年,民意GDP是大约4.21兆美元,德国则是4.45兆美元,德国超车日本挤进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现在整个日本的企业,他们现在开始准备帮员工大幅的调新,而这调新的幅度可能会在10%到20%之间。 对,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也就是说你今天必须要调完新之后,你的这整个所有的,这个我们在讲的整个社会才会对于这个经济的活动力才能够增加。 因为我才愿意花钱去购买东西,我愿意花钱去购买东西才能够造成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日本它现在与其我们去关注,它的那个名目GDP是不是被德国超越这件事情。 反而我们要去关注的是,日本的企业到底你能够加薪,帮人家加薪到多少? 这才是真的关键。 不止经济被超车,在日本正面临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等等挑战。 而专家更点出,不止德国还有印度都是竞争对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印度会在2026年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甚至在2027年冲到世界第三大,到时候日本可能会掉到第五大经济体。 IMF他们在预测,2026年左右,印度应该还会超越就是日本跟德国, 它的一个GDP会超越日本跟德国的原因也在这一边。 因为日本本身它现在正在准备起步,还没有动。 而德国其实是,它虽然有高的一个技术含量, 但是它本身的一个经济其实是冷却的。 那所以在这整个一个状况之下,反而要大家关注的是, 印度接下来会冲到哪个地方。 近期外资大局投资日股,再加上传出日元升值的话题, 日本经济要重振,政府跟企业都得拿出策略。 TVBS新闻,于心哈,刘一军台北,采访不到。